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拿到那个剧本的时候 角色的台词 角色的那些故事情节 就是像我现在看到的那样子 一模一样 我还嫌他不够粗 是吗 为什么 我看到的剧本其实比现在更粗 拍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 导演先不要这么这么去 给那么多镜头去拍 我没有说这些话 我只是希望说导演不要落太多 要腰就行了 不要把屁股都过漏出来 那场戏对吧 对那场床戏 然后其他地方我只能靠狂恋 那个什么 其实我都觉得还不够好 还不够好 导演觉得已经不错了 皮肤这个戏 其实你是出品人 而且你应该有投资 其实这个电影对应来说 其实你会有相当大的一个话语圈 但是我看过电影 我有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感受 就是你没有让这部电影成为你的个人秀 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很多演员 他做了导演 甚至做了投资人 他会让这部电影完全成为他的个人秀 很多电影就这样就失控了 但我觉得皮肤这个也控制得很好 当然你是绝对的主角 但是其他人也有他展现的空间 所以整个电影来说干啥很平衡 其实还真不是 是吗 从头到尾 本来导演是希望我演高栋梁那个角色 是吧 对 因为他的设计高栋梁是主角的 但是他另外有一个角色 就叫方有望 就是我现在演的 我看的时候 我说我倒不愿演这个主角 我倒是愿意演这个 看似不是主线上的这个人物 因为高栋梁一直在主线上 然后我挑了这个角色 是因为我说我喜欢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更像是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我选了这个角色 可是从头到尾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说是我觉得这是个配角就不好 这种说法 我作为出品人 我也客串过 也是帮别人去说你演出角 我来帮你这个忙 也有过 我后面风光雪月我也只是客串 包括那个 那个直冰村交 包括很多系 你皮肤现在这个胆期4124好 有黄金大吉案 然后就是你知道现在太太明星号的干吗 非常好 然后马上就有战舰 就是微博上已经大概说 建议皮肤要不要换胆期 作为一个出品人 你会怎么看出来 作为我来说 嗯 就像这场仗一定要打了 那你是要跑 还是要继续打下去 嗯 我觉得 要么就是光荣他这样死的 要么就是 就是在这个 死得更加精彩 对 因为 首先 我觉得 中国电影需要考这些年轻导演 我们的梁朱鹏也是一个年轻导演 我们的梁朱鹏也是一个年轻导演 来 来 来发展 如果 中国人不去支持中国的 这个 电影的话 那你要靠谁来支持呢 那你要靠外国人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 这个这种 跟这个国外大片的这种 直接的对答 来唤醒 不否认 认清楚 我们的电影是需要中国人自己来支持的 只有你们支持了 我们才有更多的钱去做更好的电影 来跟国外的好莱坞大片去对抗 去对抗 去抗衡 谢谢